今天是第二课,前一课我们主要是讲到宗教改革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运动呢? 世俗的研究者常常会把它跟世界的一些变化来挂钩。 他们说,因为他们可能说这个宗教改革跟政治是有关系的。 宗教改革跟社会的经济是有关系的,跟文化思想是有关系的。 以及跟这个灵性因素是有关系的,或是跟教会的运作是有关系的。 可是我们在上一次的这个结论说, 宗教改革看起来,所有的这些因素啊,政治啊,经济因素, 看起来是产生宗教改革的原因。 但实实在在的, 宗教改革是教会在信仰的课题上离开了圣经。 换一句话说, 如果教会,当时的教会没有离开圣经, 不管政治,社会,或者文化因素多么的强烈, 教会绝对不会有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件事情。 所以呢,事实上,宗教改革是因为教会在信仰的课题上离开了圣经。 所以,这个课程就从教会离开圣经的这个角度。 来研讨宗教改革的始末,或者本末。 那么,宗教改革是因为教会离开圣经。 教会在信仰的课题上离开圣经。 那你就会问,难道圣经这么神圣吗? 而圣经是这么绝对吗? 真的是不可以离开吗? 这个字,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因为今天有一些人说, 世界一直在改变, 所以教会也必须做改变。 当教会要改变的时候, 当然有一些可以改变。 你要米拜堂是要用木板的, 要用钢古水泥的,当然可以改变。 你要不要挂石架, 当然可以改变。 你要使用石架,是高的,是低的,是大的,是小的,当然可以改变。 但是,属于圣经所启示的那一方面, 我再说一次, 属于圣经所启示,圣经教导的那一方面, 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 当它一改变的时候, 它就变成,哎,不是基督教了。 就像孔子看见一个酒杯, 他们当时的酒杯可能设计是这个样子。 忽然间是多了一个耳朵, 或者少了一个耳朵, 或许多加一个耳朵, 或许多加一个耳朵, 孔子就讲了, 孤不孤, 酒杯不是酒杯。 如果酒杯是否是酒杯, 孤在,孤在, 我们怎么可以再叫它是酒杯呢? 酒杯已经不是酒杯了, 我们怎么能还叫它酒杯呢? 我们换句话说, 孔子对这个酒杯的标准的要求很高。 我们今天回到圣经, 基督徒对圣经,教会对圣经的标准是很严格的, 所以当你改变的时候, 叫教会就不再是教会。 基督教,基督教不再是基督教了。 基督教不再是基督教了。 这个争论就在这一点。 好,现在, 到底圣经真的是那么的这样的一个绝对吗? 所以我们今天第二课, 既然是宗教改革, 是因为教会离开, 教会在信仰课题上离开圣经。 所以宗教改革是把教会带回圣经的路, 叫做归回圣经。 所以圣经不可以, 你不可以违背圣经, 或者离开圣经, 来进行任何信仰课题的改变。 所以既然说归回圣经, 所以圣经必然是要有它的权威性。 好,我们在这一课主要是看, 圣经是不是有它的权威性。 so in this lecture you want to consider, does the Bible indeed has its own authority, 可以成为我们生活跟信仰的最高准则, 我不知道贵教会如何, 但是在我们的教会, 每一个要受受洗的人, 都要问一个问题。 你接受吗? 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 上帝的灵所默示的, 也就是说神所启示的, 没有错误。 是信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 所以你的答案当然是我相信, 我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 然后你事奉一段时候, 你就参加了, 你就参加青年团庆或者成人团庆。 那青年团庆成年团庆的就职礼呢? 同一个问题再问出来, 你接受吗? 圣经是我们生活跟信仰的最高准则。 然后呢? 你在继续的释奉, 有一天你被选民执事了, 在执事的典礼上, 还是同一个问题, 然后从执事你做了长老, 长老的就职典礼, 还是这个问题, 然后你上帝感动你, 然后你就全时间了, 做传道了, 传道就职礼, 还是那个问题, 最后你做牧师了, 牧师的案例里, 才是这个问题出现。 明白吗? 我用了这么长的时间讲这件事, 告诉就是告诉一个真正的教会, 所以圣经的看法是那样的, 那样的这个严厉的, 好, 那么圣经可是这里还没有讲出圣经的权威心, 对,我们都知道圣经就分为旧约跟新约, 这大家都知道了, 旧约的正点, 就是在耶稣在地面的时候, 旧约正点的权威性已经确立了, 我们根据什么呢?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 我们不单单讲座, 我们还要翻圣经的, 我们要翻圣经。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 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 你们查考圣经, 中文的小字,你们应当查考圣经。 所以圣经是要让人可以读的了。 我不知道后来教会为什么不许人读圣经。 你们应当查考圣经。 耶稣已经说圣经是必须让人读的。 教会来到一个地步就不许人读圣经。 这个就是照教会偏离圣经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 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所以他们已经知道圣经能够给他们带来永生。 所以,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我们单单这句话我们就不再需要知道, 我们不再需要进一步的去, 就再多说了。 这句话是自己说圣经。 但这个圣经是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的权威性。 你会说为什么是旧约圣经? 因为耶稣的时代, 新约圣经还没有出现。 耶稣也常用经上记着说。 经上记着说。 他这句话显明旧约圣经的绝对的权威。 如果耶稣说我说。 有没有权威。 我们今天很肯定有权威, 因为他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 可是,他并没有说我说, 他常常说,心上记着说。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他出来传道之前, 被圣灵带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魔鬼的试探。 三次他都用圣经的话来击退魔鬼。 我们就看到圣经的, 旧约圣经的这个权威了。 提摩太,那保罗怎么说? 使徒保罗他是新约的使徒。 他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再读下去。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亦被行各样的善事。 这里的圣经仍然是指着旧约的圣经。 因为那时候刚才说, 这个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 圣经的权威性, 旧约是肯定的啦。 那么不但是这样, 新约作者, 他刚才除了保罗, 但是还有其他的作者, 像彼得啊, 像其他的圣经的新约的作者, 也常引旧约来支持他们的论典。 像马太福音在记录耶稣的这个降生的时候, 他也常常引用旧约的话, 旧约的议员来证明耶稣, 这件事情是应验了旧约的议员。 所以新约的其他作者, 也常引旧约来支持他们的论典。 所以我们说旧约的权威呢? 旧约的权威性老早已经确立了。 所以我们不必再争论旧约的这个权威性、正典性。 可是新约, 新约的正典是何时确立的。 新约是27卷的书核定在一起的。 它怎么样形成? 而且形成以后, 它可能像论语这样的一部书。 论语啊, 或者多几本变成四书五经的这样的一个书。 或者还有其他的像其他宗教的经典这样的一本书。 那么新约也不过是这些书当中的一本。 它如何能够成为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呢? 它如何能够成为正典呢? 所以我们在讲之前, 我们对正典这个字稍作解释。 正典呢, 这个字源出于希腊文。 它的意思就是标准。 规则, 标准就是它成为一个标准, 一个模型。 这个标准这个模型, 如果你要这个跟从的话, 就是一定百分之百要照做这个标准。 这个才叫做正典。 所以我们说新约全书 这个是二十七卷 我们说新约正典 那么就是说二十七卷呢 就具有权威性 是我们生活跟信仰的最高准则 所以当作新约正典的时候 它就是一本圣书了 基督教的圣书 基督徒 基督教会 都必须百分之百的这个服从跟随 现在困难很多困难就是 我们认为它是正典 我们却不愿跟随正典 不把它当作正典看 顺便提一下这题外 我知道有些人 在学习辅导学 在教导辅导学 最近有一位他过去 一位老传道人 他特地来新加坡的一个世俗的大学 读辅导学 他来找我 他来找我 我说很好 但是 我说但是辅导学 要有一个前提 你辅导这个人 他一定要听你的话 他不听你的话 不接受你的辅导的话 这个辅导 就不产生作用了 他同意 他说如果他可以听从你的话 那是更容易了 圣经 把它带到圣经里面 他如果是基督徒的话 圣经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我告诉你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任何的问题 只要你愿意听从 就解决了 如果你不愿意听从的话 你最好的辅导学 最好的辅导老师 也没有作用 你讲你的 我行我的 所以 我不知道 我当然没有否定你说 神学你的辅导学不重要 我思想一下 那我们不是时间太多 所以我们的辅导学这一科 就先放在一旁 我们先教圣经 我很有把握 如果谁把圣经认为正典的话 那我告诉你 我们很多的难处 很多的困难都可以解决的 我相信大家也会同意的 因为你辅导学就是要这个人遵从 我们向他辅导 给他提的这一个意见 所以圣经如果给我们提出的教导 因为它是正典 只要我们遵守 我相信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困难 人在教会中所发现的 所发生的困难 人作为一位基督徒的困难 都是可以解决的 好使徒的教导呢 圣经是怎么来的 使徒的教导是用口传 也用文字 我们看彼得后书三章一到四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现在写给你们的第二封信 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诚实的心 叫你们纪念圣先知欲先所说的话 和主救主的命令 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在末世彼后讥笑的人 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 主要将您的应许在哪里呢 因为从列祖岁了以来 惯入你起初创造的时候 仍是一样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 彼得用口传 彼得也用文字来教导 彼得也用文字来教导 我现在写给你们的第二封信 这是我第二封信 是要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诚实的心 所以这里就口传也用文字了对不对 现在问题发生了 使徒离开世界以后 我们知道活得最久的据说是使徒约翰 第一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还在 据说是主后九十五年他在巴摩海岛写启示录 可是第一世纪过去了 所有的使徒就相继离开了世界 那么使徒一离开这个世界呢 使徒有权柄 所以使徒保罗有他的权柄 他虽然在哥林多教会被人挑战 但是我们知道 是耶稣基督把使徒的资分给他的 是给他的 所以他有权威性 那么当使徒离世后就没有权威性的声音 就没有权威性的声音了 来判断福音真理的真还是假 所以使徒离世就没有权威性来判断福音真理的真味的声音了 当时就有许多人出现说 我们是属传统的 我们是纯正的 他们其实却不是 而是假道 所以你看 第三节 刚刚我们读了圣经 彼得后书第三节就说了 2 Peter 3,4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绩效的人 谁从自己的私欲出来绩效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我们说这个末世其实在彼得的时代已经是末世了 这个末世一直到整个教会时代都成为末世 都是末世 那么末世之后呢 等到这个最后 教会被提 那么世界上有那个我们说七年的灾难 这个叫做末期 我们常常会在教导的时候 重复这些我们过去曾经学过的 所以这是末期 末期之后呢 最后这个主耶稣再来了 他在地面建立了一个国度叫千年国度 当然教会当中有一些不接受这千年国度的真理 但是我们从圣经本身的内证 我们看见这个千年国度的真理是千真万确的 好了 这个你读千年国度的时候呢 最后千年国度 撒旦再出来破坏 之后呢 主耶稣把他灭了 那么整个天地 整个地球就没有了 地球如烈火 地球呢被烈火消化了 凡有形职的都被烈火消化了 那个是刚刚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就讲这个事情 但主的日子向贼来到 那日天壁大有响声废去 有形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烧尽了 这就是叫做末日 末日就是那一天 地球没有了 所以这三个名称 这三个名词 你如果能够知道的话 你在研究末世的真理 会比较容易 那么这个末世 必有好绩效的人 其实比我们现在是末世 彼得那个时代就是末世了 所以有人出来了 他们常常说我是正统的 我是纯正的 可是他们不是 我是假道 现在假道出现了 那么怎么样来反驳呢 这个反驳假道 我们称为副教 所以记得前一刻 这个宗教改革 不但是 归回圣经的一种运动 绝对不是世界性的一种 什么政治啊 经济的活动运动 不是 所以宗教改革 单单是属于基督教会的 归回圣经的运动 所以 我们上个礼拜讲过 他也是宏宽的护教 如果没有宗教改革 今天基督教已经不再是基督教了 其实第一世纪 其实刚刚教会开始的时候 使徒保罗就护教了 而为了这个 有人说我们不但接受洗礼 我们也要接受割礼 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 今天基督教仍然是基督教 所以这个就是护教的结果了 所以为了反驳假道 反驳假道就是护教 所以 护教 护教学 成为神学院的一个科 护教学 护教学 每一个信徒都 多多少少要受护教学的训练 所以 如果你碰到的 碰到的 这一个 一些看似基督教 却不是基督教 那你要怎么样的来护教呢 所以这些基本的护教 我想每一个人都要受一些训练 所以当时为了反驳假道 就有人开始来收集 使徒留下来的文字 马太写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 保罗写书信 写书卷 彼得也有 这些写的信呢 已经分散了 有些写给个人的 相信是个人保存下来的 写给教会的 有些是教会保留下来的 有些就是抄了以后传官 所以在几十年的当中呢 其实不只是二十七卷 而在整个 整个 整个 时代里面 一两百年的时代里面 几百卷的这一个 像这类的文字写出来了 可是 就是分散在不同人 不同教会的地方 所以 我们知道他们开始就收集了 收集的排列的次序 是这样 福音书 福音书当然有四卷 使徒行传 还有保罗书信 还有教会的一些公函 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前后书这些 最后一本就是启示录 这是当时排列的次序看到的 不过呢 我们知道这些收集也被当时众教会监纳 不过过程不是那么简单 有些就被怀疑了 这本不是保罗写的 这本不是彼得写的 这个比方说 这个 马太福音 还有 马可福音 有他的这一个 看起来可能会有错误 我是举个例子 所以有些被怀疑 有的开始呢 就 他众教会接纳 可是有些被怀疑 有的先被接纳 后来就遭拒绝 不过我们现在用的这本新约全书 我们现在用的 流缺大部分被当时的教会接受了 当时的教会是几时的教会呢 主后一百多年的教会 我们听那段时期叫做大公教会 大公教会时期 大公教会 因为我们要 使徒信心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圣而公的教会 所以一方面是圣洁的教会 也是一方面是普世性的教会 这个大公教会就是普世性的 全世界的 虽然那时候福音还没有传到全世界 但是教会那时候已经说 福音应该是全世界的教会 应该是全世界性的 我想能够用这个字啊 绝对也不是一些人的 叫做远见 不是的 可以用这个公教 大公教会 我们如果你懂英文的人哦 你要小心 如果你是讲 Catholic 或者Holy Catholic 那是指着圣而公 大公的教会 包括我们在里面 那如果是 Roman Catholic 那是指着 Roma 就是天主教 那我们不在里面 如果是Holy Catholic Church 那我们在里面 所以这个Catholic 不要把Catholic 都翻译成天主教 只是Roman Catholic 才是天主教 Roman Catholic 是Roman Catholic 对了 好 英文没有什么问题 中文问题就有点大了 好 那么后来呢 有人发现了一本 寫在主后一百七十年的基督教文集 有人发现了 大概是主后八百多年发现的 在本文集的目录是什么呢 它不是福音书 它是福音书 它是福音书 使徒行传 保罗书信 约翰前后书 没有三书 然后犹大书 启示录 西伯来书 亚特书 彼得的两封书信 所以除了约翰三书 不在这本文集里面 这个文集其实很接近今天我们用的新约圣经的 而它是在主后一百七十年就编的 所以我们看见 现在我们用的新约全书 从时间来看 它是很早期的 几乎跟教会差不多时间 而且被当时的教会接纳 这是它的权威性的第一方面 那么它的权威性的第二方面呢 第二点 到了主后两百年 我们现在用的这本新约 大部分已经被初期教会公认为 具有正典性质的圣经了 这个就是它刚才讲的是时间性的权威 你看从主后一百多年就开始用这新约的这些书简 一直到今天已经是一千九百年了 然后从主后两百年 这些新约的大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新约全书 已经被初期的教会 初期的教会分布在哪里呢 北非 欧洲 还有西亚 包括西亚是指做土耳其 西亚当然是指做这个当时的这个 以色列地区的教会 所以当时的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教会呢 也公认这本新约是具有正典性质的圣经 这就是使用的那个权威性 主后三百六十七年 有一位叫亚他纳修的 我想作为亚他纳修我们应该不陌生 应该是那一位跟亚流在争执的那一位亚他纳修 他是古教会的职士 他是当时教会的一位职士 亚流是当时教会的一个长老 在提示 教会其实从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只有两个职份 长老跟职士 所以呢 由长老就 由长老我们知道今天 向牧师传道 是等于当时的长老职份 可是教会后来错误了 就增添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非圣经的职份 我们会在下面讲到的 亚他纳修从事收集新约书简 主后两百年已经在用了 为了圣众体见 他三百多年再收集新约书简 以后再教会两次的大公会议 讲到这个大公会议 我也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圣经里面记载一次大公会议 那是使徒行传十五章 保罗传福音回来了 然后很多外邦人信主 现在来到一个问题 犹太人 原本的犹太人 他们受割离 然后呢 他们信主又在洗礼 这当然是天经地义的 因为他们从小就受 出生的八天就受割离了嘛 所以又信主洗礼 可是他们对旧约的祖宗的遗传啊 十分的眷恋 然后他们就对这些新的信徒 外邦信徒说 洗礼不够还要割离 还有守旧约的一些礼 所以这件事情就带到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了 所以当时他们就开大会 很清楚雅各 主的弟兄雅各是当年的主席 第一届大公会议的主席 所以他们就发言之后 他们在总结什么呢 外邦人信主 不必再给他们任何的重担了 只是告诉他们什么说 禁戒既有像的物 还有不要犯奸淫 不要吃血 除了这些不要再加给他们什么重担 当然也要他们纪念穷人 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 他们不必再信主了 不必再行割离的 好了 后来教会一年有很多的大公会议 主后三十九年在礼旧 礼旧的一个地方 后来主后三百九十七年四年后 在北非的迦太基 就肯定了 确定了 这新约二十七节的正典地位 所以这本圣经要成为正典的地位 足足用了三百多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是讲它的权威性是怎么样得到的 它时间性 早在一百多年的时候 主后一百多年的时候 教会用的那些 这些文字呢 就是今天我们跟我们的新约的全书接近了很接近 第二它的广泛性呢 当时差不多众教会都已经公认了 这是主后两百年的事 到了主后三百多年 两个大会 这些大高屋会议 这些大高屋会议 常常是一些当时有名的这个当时的教父 教会的带领人 那些长老执事 从各教会来的 他们聚集 聚集开这个大会 记得有一个大会开五年半 一千一百多个议员 这个参加者 应该是一千一百 是 差不多一千多 然后五年半的时间 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 他们定下什么呢 定下威斯敏斯特信条 威斯敏斯特信条 今天几乎是 改革宗教会的这一个信经 除了圣经之外的一个信经 那也是由这个所谓大公会议定的 所以我们看见 它成为正典 它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这么多的人 而来肯定的 我们相信圣灵也在当中工作 所以我们做个认真的说 新约这些书卷的收集 跟肯定 是圣灵的引导 是圣灵的引导 而让众教会的接纳 所以写的时候是上帝的灵感动 上帝已经启示了 神默示 然后他们写下来 写来以后分散了 可是最后在收集的时候呢 圣灵引导他们收集回来 而且肯定 而且肯定 祂当时可能有几十简 几百简 他们就肯定这二十七简 当然也是圣灵的工作 现在是圣灵的引导 让众教会接纳 在圣灵的工作 在大公会议上就被确定 所以使徒时代过去了 使徒的权威也过去了 因为人在 人在 权威在 人不在 权威没有了 所以必须有一个新的权威出现 那么这个新的权威呢 就是圣经 旧约全书的权威 老早已经确立了 刚才我们说过 新约圣经 从写作的权威性 而写作是谁 使徒 以及使徒有密切关系的人 路加不是耶稣的门徒 路加写了 雅各书的雅各 都是使徒很接近的人 跟使徒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著作 他们怎么写的呢 他们领受特殊启示后的文字记录 所以我们就看见了 为什么我们崇拜 是这样的崇拜 因为神把天上的崇拜 向使徒耶稣 所以 启示录四章五章 天上的崇拜 就让我们知道了 什么目的 就是让教会的崇拜 造天上的样式 因为初代教会 崇拜乱七八糟 没有样式 今天我们如果把崇拜 带向 好像歌台夜总会这样 有人说 因为世界改变 所以教会也得这么改变 我们说这是败坏错误的教导 这只叫教会怎么样 走向错误 走向异端 走向异教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明白 所以我们也从使用的普遍性 它的权威性跟持久性来看 它普遍 刚才我们说 主后两百年 几乎北非亚 欧洲跟这个西亚的教会 当时基督教世界就这么大 主后两百年 当时已经全部用这个新约的 我们现在用的这些新约租捡了 而且持久性它一用就是将近两千年 而且是初期教会 跟历世历代教会 公认教会生活跟信仰的最高标准 正典 生活跟信仰的准则 这个准则就是标准跟规则 这个字就是正典的意思 圣灵长时间 借着教会见证了新约正典的纯真 以正确 并且是两次大公会议所确定承认的神的话语 对教会来说 对信徒来说 新约全书是具有绝对权威 没有错误 是教会信仰跟生活的唯一 没有其他第二本的唯一的准则 所以当 教宗教改革 只是一个回归 回归圣经的运动的时候 如果圣经不是这个唯一的准则 那么 这个宗教改革就变成没有意义了 所以圣经必须是它的有绝对的这个准则 所以我们再说一次 宗教改革其实就是一个回归圣经的运动 这是教会里面的一件大事 跟外人无关的 我们休息一下再倒回来 我们再来回归